虽然第五波疫情还未过去,但幸好近日确诊数字已显著回落,相信本轮疫情亦将要过去。政府已表明于本月21日分阶段放宽现时社交距离限制。 第五波疫情染疫人数超越110万人。对本地经济,包括楼市、股市带来一定的冲击。正如财政司司长早前的预告,相信一季度本地经济难免会再次出现收缩。股市率先出现极大波动。行指一度跌至18,415点的六年新低。 近一星期才稍微反弹至22,000点左右的水平。但距离第五波疫情前约25,000点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。 至于楼市的情况。最新差在物业股价处公布最新2月份的私人住宅楼价指数。最新楼价指数报382.1。按月显著下跌2.2。 是近年来单月最大的跌幅。整体楼价指数已经连跌5个月。跌幅达4。并已跌至去年1月以来的13个月新低。 但由于有关数字熟制后。顾折至目前为止。累计跌幅应该已达到5%至7%。其中。大单位的跌幅就更加明显。按差股处数据。 最新的及依旅单位,即实用面积为1076平方尺以上单位,的楼价指数。更已跌至至2017年10月以来的近5年低位。 换言之。目前整体楼价。特别是小单位的楼价已跌至去年初的水平。 而大单位更跌至4。5年前低位。相信大家亦明白楼价整固是基于近月成交量大幅回落。 业主需要割价求售。整体楼价已调整至一个吸引的水平。个别买家亦已趁机入市执平货。 总括而言。目前股票已由18000几点反弹两成。最新已重上22500点的水平。 加上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在职。楼市已明显回暖。二手成交无论是太古城。 黄暴花园均出现抢盘的现象。其他屋院成交上升。个别优质盘有多客争夺。 消费券即将开始派发。以及保就业计划下数百亿元将注入市场。 预计4月份整体市场出现反弹式旺市。加上按揭保险上限放宽。 1200万元以上物业最高可借960万。 以1500万成交商等案揭乘数最高可达64。 过千万元成交中数料倍数增加。 突然植约4离措施放 tijd宅表御紧。 城垫